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政治的一切 包括在政党基础上民主的一切 所谓民主的一切跟法律的一切 在强调着公平 公平的本身就是在利益基础上去谈述公平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书之下 我看到在美国社会表现出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越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大革命 它直接摧毁物质上的东西 在今天美国所谓痛击种族主义 所谓的今天的平等的一切 它是从人的精神层面而来的 它是针对美国建立在一个宗教背景之下出现的 所以它同样是对文化的摧毁 是对人本身的摧毁 那川普就扮演了一个王者归来的概念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 那背离神呢 都是整体的以政府的名义 以什么WHO的名义 那作为个体的人很难 作为个体的人很难 明白的人只是把自己不放在其中 静观其变 那反过来呢 也就是现在的整个社会肩价结构 包括国家的肩价结构 包括美国的 都是一种政治的概念 有人说政治正确 这只是一种说辞 是一种应该真正的讲说 是生命的认识 昨天川普宣布说 他的社交平台出现 这是他社交平台当中的 我们看到他的其中的一部分 美国第一 让美国再伟大 作为口号 来自川普总统桌面的消息 如果一定翻译的话 是什么翻译 他当时宣布呢 一开始讲说是社交平台 那后来进去看呢 他不是社交平台 他实际是个网站 但是呢 在过去从1月20号之后 他离开白宫之后 那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当中都被封杀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一般的朋友看不到他的直接的表述 他透过一些 比如像Telegram 透过这些其他的社媒去发布他的声明 他以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存在 现在就变成了 那我们看到列的内容 都是相关的一些内容 就是他发布过的声明 所以你与其说他是个社交平台 那不如说他是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向他的追随者 对川普的支持者 来陈述他自己的看法 与声明的一个平台 这不是一个社交媒体啊 因为社交媒体是互动的 那他呢 没有互动 他只有人们去 看到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 社交媒体主要是集中在手机上 对吧 主要集中在移动平台上 那看我们的节目的人 91% 或用手机 或用这个 或用这个笔记本 很少用电脑 到了电脑 只有百分之四五 那其他就不用说了 但是在手机上 你想下 所有这些社交媒体 都是用APP 手机 只有两个载体 一个是苹果的 一个是谷歌的 来转载这个APP 他们垄断了全世界 垄断了全世界 川普 他想做社交媒体 他只能 他离不开 离不开这两样东西 有人说我可以 他可以独立 你试试 他进不去 人们已经完全被自己的手机给控了 给给控制住了 在他的桌面上 你浪失不了 你拿不了他的 他的那个APP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当初枕头哥 花了几百万 他做出了一个东西 但你看不到影响力 他不可能的 所以要尊重现实 今天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不是你哪个人 说我牛叉 你叉呀 你叉呀 人们很多人不尊重现实 不懂得现实的状况 里面包括了太多个人的成分 所以包括川普 他当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在表明着魔鬼统治的世界 说后面他会不会可能会出来 有可能 但就现在 在昨天 他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网站 他不是一个互动的平台 但是呢 所有支持的朋友呢 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无法互动 所以概念就不太一样 但是他确实又表现出 川普在美国社会中 在整个人的环境中 又有他的相当大的独立性 和超然的影响力 这是真的 超然的影响力 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遭到羞辱之后 我们看到这份影响力是冲天的 他超过了党派 超过了通常说的政治 超过了一切 超过了党派 超过了政治 在美国的共和党当中 川普主义成为了共和党当中的中心 这样的话 在他 在被川普所背书的那些共和党人 在客观的环境当中 被迫要与川普本身结合在一起 昨天克鲁兹到了这个海湖庄园 跟川普聊了一下午 然后晚上一起吃着饭 所以包括克鲁兹 同样作为共和党当中的大佬 共和党当中的大佬 他是参议院的 那他同样要去拜会拜见川普 那川普当然对他很客气 这也是事实 所以他表现出 川普在借助着共和党 在未来的政治环境当中 把共和党吞食了 他不叫川普党 没有这个党 他也不叫爱国党 他只叫共和党 但是共和党内部的精髓 能够留下的精髓叫川普主义 叫川普主义 所以等到了明年 如果按照这个现在的环境 这么走下去 到了明年 他真的把参众两院拿下来 那参众两院是川普主义 不是共和党 在政治词汇上 你怎么说就成 但其实他是表现出 叫王者归来 王者一定有理论的 周文王 他的理论是周易 摩西 他的理论是世界 美国第一 他列出了九条规法 第一条就是人的至尊 人是神道 所以人的生命是天地第一条 然后他紧跟着就说 在美国的价值观 是犹太基督教 犹太基督教价值观 犹太基督教是当初五月花号 那些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 建立美国的基础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故事 在他第二条 他就谈到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国家之本 而在独立宣言国家之本 并行的情况下 创世主 他用的是创世主 而且用的是大写的概念 创世主 创造了人类 每一个人是平等的 在创世主创造了人类 每一个人平等的背景之下 在法律之下 人人平等 他特意把创世主 是大写的 创世主之下的人人平等 是大写的 那创世主之下 人人平等意味着什么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性的来源 极其少数 有妖魔鬼怪 那妖魔鬼怪存在 在人的环境中 相生相克的道理 淘汰着不好的贪婪的人 锤炼净化着更好的人 法律 是在创世主造人的 人类平等的基础之下 存在的 法律不是至高无上 人是至高无上 那这个概念 是直接打击了今天 种族主义的说法 直接在对抗 今天拜登政府 参众两院 极左派民主党推行的 靠颜色分类 你在我说 在我角度 我就说是川普以他的 王者归来 君权神授的概念 去嘲讽取代今天的民主 所谓的民主法治公平 民主法治公平 站在人的肉上 就是滥交 来保证每一个人随便来 你到加拿大上诉 很多厕所 厕所啊 公共厕所 男女一起去 关门聊天 自己的孩子 女儿 要在这么个环境中长大 那你说 我说他是乱交 你有什么拒绝的呢 他已经这样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 같은节目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